我覺得真的是就是唱歌 就是如果餓肚子真的不能唱歌 可是本地很多辛辣的食物 辛辣食物 對 所以說他們就沒有 不准你吃 對 也不准我吃 然後我自己也會克制 你目前為止已經試過了哪些美食 其實他們有帶我去吃很好吃的海鮮 然後還有就是有一家 很像中菜館 但我有點忘記那家 對 然後我看到那個就是 就是那個螃蟹 辣椒螃蟹 對 然後它那個熬卷 就是我看到哇 跟雞腿一樣大 這一部分的這種子的一個生活經驗 到國外大廠美食 這個是你在踏入演藝工作之前有想過的嗎 沒有想過 就好開心 其實說到這個吃 我們的這個Facebook網頁 有網民就留言說 到底這個小胖淋浴群有多重 可以講嗎 可以通的嗎 其實可以 因為這也不是什麼秘密 對啊 反正大家都應該猜得出 就是有破百 破百 我們剛才問很多好像比較屬於很個人的問題 你這樣子踏入演藝圈的這段時間以來 你會不會覺得很不適應 其實不會欸 因為我其實我真的遇到很多貴人 然後我一路到現在其實大家都蠻照顧我 所以說其實到演藝圈之後我生活比以前更昏 因為我以前是那種夜毛子 就是那種可能就是工作完或者是以前念書的時候 可能就是都會就是摸到就是半夜兩三點都會捨得上床睡覺 但現在不行 因為你隨時就可能就是有時候四五點就要起床拍MV之類的 然後你必須因為為了唱歌我覺得其實 就是因為我就是現在就是大家叫我很保護自己的 所以我盡量就是每天就是有 就是有辦法的話都可以都盡量說要起床 就要有規律的一個生活做起這樣子 對 好我們現在是王女士迫不及待了想要跟您做交流 王女士早 是 哈囉 你早 哈囉 哈囉 你早 我想請問這位 你覺得新加坡的地方 跟人有什麼不同 跟台灣有什麼不同 而且我們的美食 你覺得這樣 還有你的 希望你的歌聲會方揚光大 謝謝 謝謝 是 對新加坡這幾天來接觸的一些人 還有食物啊 景點啊 大概就有點印象吧 其實景點都還沒有機會去到 怎麼行呢 保姆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沒有啊 因為就是 不會啊 因為昨天也有就是現場跟大家 就是有音樂會 然後就唱了五六首 在哪 昨天 你記得嗎 在一家很像就是 夠不相信 我有點忘記了 反正就是他們把我帶 就像包裹一樣帶到那邊 然後我就來那邊唱 對了 他的工作是唱歌 對 而且要接受很多觀眾朋友的提問 還有很多好奇心 大家都想知道很多關於他的事情 所以我們應該現在說 他既然是來新加坡打歌的話 我們當然就是不放過你 來到我們節目也應該唱了對不對 哇 這麼早 當然 是 可不可以就是把你的這個 音語稍微拉下來一點 調低半個 好 好 那我 比較想聽中文歌嗎還是 我們可以點嗎 我可以這樣子吧 因為你在 星光六班的時候是踢館嘛 是 你唱的那首歌 改變我人生的那首歌 對 好 那我就唱個 一兩句好了 好 OK And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哇 海馬會站起來耶 謝謝 他的功名點好厲害喔 是是是 那你說你 因為星光六班你是去踢館吧 對不對 是是是 那你當初是抱這個 怎麼樣的心態去參加這個踢館賽 其實當初是知道有這個機會 我就想說可以先去踢個館 因為 因為我那時候把星光當做 我就是努力了最後一個舞台 那我想說那時候有機會去踢館 我就想說可以先讓大家認識我 然後有機會的話可以參加 就是現在的星光七班 然後或許就是盡量爭取最好的成績 看有沒有機會可以有發片 或者是有怎麼樣子的就是發展 但就沒想到現在也不用再去比 星光七班了 就是直接就是唱片公司 就是直接跳級了 就是直接把我簽下來 所以我真的就是還就是 覺得自己很幸運 這樣 在這個整個比賽之後 大家就有人稱你為這個台灣版的蘇珊大神 是 當時第一次你聽到這樣的筆月收音 自己的感受是什麼 我覺得其實是非常非常榮幸的耶 因為 大家知道 我可能之前就是有經過一些挫折 然後甚至是在其他的選就節目有 很之前很早就被淘汰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心情蠻低落 然後就是曾經也懷疑 就是那個時候也懷疑說 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不會唱歌 然後就在那個時間點 我看到蘇珊波友她的表演 就是讓我很震撼 然後她給了我很多勇氣很多力量 讓我再一次鼓起勇氣 在她星光大到舞台 所以我覺得就是 能夠拿來跟她比較 我其實是覺得就是真的很榮幸 因為我覺得其實有很多地方 想要跟她看齊這樣子 是 觀眾朋友呢 如果要跟這個林玉琴小胖呢 做這個現場交流的話 歡迎播我們的電話進來 線上員吳小姐 早安 你好 請小安 早安 你們好 你好 請問一下請問你 之前你是有一個團體叫做胖胖胖 然後呢 我很想確認一下 好 謝謝你的提問 來 請說明 其實因為那個時候是 之前剛好就是有機會 就是有人問我 因為我以前有是在 就是做一些自體的訓練 然後老師剛好 她那個時候要拍王欣妮MV 然後再找Dancer 然後他們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 希望就是胖胖的 然後就是肢體還蠻靈活 就是至少還可以 就是會動可以跳舞的 然後第二個條件就是 希望體重超過100公斤 所以就憑著第二個條件 我非常的符合 所以我就錄取了 所以那時候就是 就是我們五個Dancer 因為都胖胖 因為她的MV要 就是那種就是胖胖的Dancer 然後營造出這種可愛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那個時候 就被稱為胖胖的 這個時候你是已經參加過 演藝訓練了嗎 那個時候 正在 就是差不多正在參加 因為我們知道說你曾經 還借了4萬多台幣 差不多2000塊新幣 來接受訓練 去參加演藝訓練 是是是 因為之前就是被淘汰 其實我之前參加過很多歌唱比賽 然後每一次失敗 就是覺得就是會給自己一種結果 就是因為我從小沒有接受過 正統的音樂訓練 因為小時候可能家裡的環境比較不允許 就是找歌唱老師或是接受一些音樂訓練 然後我就覺得就自己一定要就是 自己給自己最後一次機會 然後我覺得就是 怎麼講 就是讓自己就是盡力的去試過之後 然後就是就是不成功 那自己也沒有遺憾 對 然後所以我就想說就是 把自己就是狀態都就是準備到最好 然後就看有沒有機會這樣 你是怎麼這麼確認說 你就需要走這條路 其實也沒有那麼確認 要換音樂 但是誤打誤撞進來的 沒有 就其實因為 是我就是從小到大的夢想 但我之前其實 因為之前對自己的長相啊身材比較沒有自信 然後所以說也不敢就直接說 我一定要走演藝圈之類的 因為曾經就是在外面比賽 也被有老師說過 就是我覺得你唱歌唱不錯 可是你長這樣子 我覺得你還是先去當個諧星好了 對 直接這樣子跟你說 所以會有一點一定的那種挫折感 當然不是說諧星不好 但是就因為他說以你這個長相 所以他就有點傷到我 就是那時候也對 就是讓我自己對自己就是 比較沒有自信啊 那畢竟這是一個充滿了帥哥美女的環境 你會不會讓你覺得說還是有壓力 有壓力嗎 其實我覺得反而就是 我在演藝圈裡面有點鶴立雞群 就是大家都這麼帥這麼美 然後就 就我這樣反而就是 就遠遠的看出 欸 那個就是小胖 就是主要出現在攝影棚 然後就是一個就是胖胖的 然後大家說欸 那是小胖 小胖來了 就反而變成我另外一種就是辨識度了 所以說其實現在還蠻喜歡這樣 其實我想從壓力變成一種動力吧 應該這麼說 對 也激發你就是在演藝方面更多的 其實還好 我早就 我早就已經看開我 不是種那種就是 偶像風險 沒關係 好 我們現在有黃女士 早安 黃女士 你好 你在線上了 黃女士 你好 黃女士 黃女士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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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欣賞你的歌 我很想問你是先天 有這麼好恩賜的歌喉 還是你後天努力 我真的很欣賞 尤其是你在新邦裡面 唱《Amazing Grace》 是 真的動人感動到我掉眼淚 謝謝 謝謝你 黃女士 好 現在回程先生 程先生 你有什麼提問呢 好的 你早 早 可以叫你一聲小胖嗎 是 小胖 我覺得你的過程是很 怎樣說 是一個挑戰 但是我希望你能夠保持你的身材 保持我的身材嗎 因為我覺得你在 尤其在我們華人的歌星之中 是一個很特別的 是 是一個很特別的 你可以證明給現在的年輕人說 你看我的身材 我都能夠有今天嗎 我不必像他們很苗條 或者是很英俊很蕭 因為我的身材都能夠有今天 那麼其他的人也可能像我這樣 只要你能夠接受挑戰 是 就有成功的一天 是耶 希望可以鼓勵這些朋友 好 謝謝陳先生 就是不要因為自己的外表 受到一些挫折 就放棄 對 因為我們大家替定的這個審美觀 都一定是這個模式 一定要這樣子才算是 說到這個嗓音 剛才那位女士說 你的嗓音是有特別保養 還是說先天性是這樣子 能不能飆高音 其實我覺得兩個都佔了很大的部分 就是其實都有 當然就是我這種聲音 就是當然說沒有上天恩賜 當然是可能有點困難 就後聽也很難應練出來 但我覺得可能一些歌唱技巧 然後情感面 然後一些投入的方面 我覺得這些都是要 滿滿累積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能夠唱到這些歌曲 我覺得其實當然也要很感謝 就是老天爺給我一個 就是與眾不同的歌喉 然後當然我自己也聽了很多歌 然後做了滿多的努力的 說到歌曲 你就是Marelle Carey 還有這個Celine Dion這些歌曲 都好像被你唱到紅 都不能再紅了 沒有啊 原本就很紅了 唱下去就更紅了 對 那你基本上有時候 特別欣賞的哪些歌手 還是 你是要問華語的還是說 華人歌手也好 華人歌手其實我非常喜歡 就是我想在我的中文專輯 《未來的第一集戰》裡面 也有翻唱她的歌曲 就是 《我永遠的天后》 《我心目中永遠的天后》 《張惠妹》 阿妹 你最喜歡她的什麼歌 好多喔 其實她的歌 但有人問我說 你以後就是 所以你對她的歌 都如數之間嗎 我不敢說 因為她的歌曲太多了 上百首 你要我每一首都會唱 有點難 但其實我裡面收入 就是有一首 在她那個時候是非主打 但我非常喜歡一首歌 叫做《海闊天空》 對 那也伴我走過一些 就是我可能比較低潮的時候 所以想要藉由我的翻唱 再度讓大家認識這首歌 然後也希望就是做一個 小胖版本的展示 外國歌手方面呢 外國歌手 我覺得非常多 就是剛像剛剛 就其實 真的 因為這次我參與了 就是老師參考蠻多我的意見 所以說在專輯的選曲上面 就是有一些我自己的意見 像 所以像 Celine Dion啊 Maria Carey Winnie Houston 這不用講了 這 七整嗎這些 這個真的就是 那個 外國的 真的西洋歌曲 三大天后 嗯 然後還有像 Leona Lewis啊 然後 Kelly Clarkson 其實太多了 太多了 我覺得其實因為 當然華語也很多啊 但因為他們那邊就是 真的很多很經典的歌曲 真的很touch到我 你是從 什麼時候開始發現自己能唱的 什麼時候發現自己能唱 其實我從小就很喜歡唱 但是 第一次覺得 就自己好像有點唱歌才能 是大概16歲 第一次參加 在學校校園的歌唱比賽 嗯 那時候得到第三名吧 嗯 然後就覺得 哇 因為之前小時候 那個什麼 隔壁的叔叔伯伯啊 或者是我的親戚朋友說 欸小胖你唱歌蠻好聽 我會覺得就是 可能他們在鼓勵我 然後第一次被就是陌生人 就評審老師 三個評審老師 肯定是在16歲那時候 所以就覺得 哇 原來自己可能還是有 自己還有一點唱歌的才能 是 好 先上來有洪先生 早安 你好 你好 早 我只想問一個問題 你的英語其實唱得蠻靈光的 請問你是有這個英語 英文的背景嗎 還是你從小就 你的英語是很好的 好 謝謝 對 英語 英語這部分 其實我覺得我受到我媽媽影響蠻深的 因為我自己是從來沒有到過英語系的國家去 就是 對 我完全沒有 在去那個什麼talk show之前 完全沒有去過美國 英國什麼國家 對 但我覺得就是 真的非常喜歡聽英文歌曲 然後就不斷地聽 然後 因為是受到我媽媽影響 我媽媽從以前就很喜歡聽就是英語的歌曲 然後廣播啊 然後甚至我媽很可愛 因為她以前在外商公司上班 所以她英文還不錯 嗯 然後她就算就是 可能就是之後有一段休息時間 然後她都還要去社區大學 上英文課 然後回來就拉著我一起講英文 然後不跟她講 然後她也不給我吃飯 好 所以這個鼓勵有用吧 有 有用啊 就是犯脊迫的方式 對 不跟我講英文不給你吃飯 好嚴格 欸 這樣子一到了美國 然後一圈回來 很好很好 就是她有時候就是 就是她 就是會突然蹦出一句英文 很像早上把我叫醒她說 怎麼說 Good morning my son My big son My dear son 媽媽聲音好高喔 哈哈 因為她就很那個 Dramatic 就是那種就是 很戲劇化那種 就是早上 可能她有時候心情好 就會這樣 那你到美國 是有沒有以這樣的音調 跟Alan說 Good morning Alan 哈哈 沒有啊 可以回去對付你媽媽嗎 這樣她應該會嚇到 就是怎麼來一個神經病 哈哈哈哈 好了今天呢 但是在節目當中呢 除了是讓小胖 跟大家能夠有機會打招呼之外呢 是 他們也幫我們 我們觀眾朋友簽了給 是我的新專輯 未來第一站 真的很認真的 詮釋了這張專輯 因為 它有一些是翻唱 有一些是原創 那其實我都下了蠻多的功夫 因為其實 它各有各的難處在翻唱歌曲 跟原創歌曲 是 所以說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這張專輯 對 然後也希望大家多多留言囉 好 謝謝 那麼今天呢 這個 要引起這兩張專輯的方式 比較不同 我們不是發出有講問答帖 而是在稍後呢 從8點30分過後 手兩個就是網民 上我們的facebook.com 去留言的話 就是你要說 我要林玉群的專輯的話呢 手兩位 就可以獲得 簽名專輯 要送給大家 是 未來第一站 好 謝謝 謝謝一千 謝謝 謝謝一來五節目 謝謝 很開心 謝謝大家 稍坐一會兒 好 剛才我們發出的有講問答題呢 你是否答對呢 我們來看看 剛才發出的這個問題是什麼 今天發出這道問題就是 請問答事林組屋呢 一共是幾層樓高 A是50 B是15 當然答案就是A50層樓 恭喜下的這位中獎朋友 何國成 感謝您支持我們的節目 也恭喜呢 獲得了今天我們送出的這個豐富獎項 希望說可以讓大家對於虎年呢 留個紀念 是 除了這個紀念幣之外 還可以獲得這份畫冊 是 都是在今天要送出的 在這裡也恭喜我們的觀眾朋友 是 好 明天早你好 為您準備了什麼節目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就是我國經濟今年強勁回彈 那麼物價上漲 房價飆升 通貨膨脹會不會在來年創新高 歐洲債務危機 朝韓 效果相對國際局勢如何影響我國的經濟 明天記得鎖定城市大家說 世界各地的藝術家齊聚於堂 他們如何在新加坡異歲節大展才藝 將教育和藝術融為一體 這場結合了視覺藝術 以多媒體饗宴特色的文化饗宴 又有什麼樣的看頭呢 好 第一道陽光 第一手資訊 我是蘇緣 我是友藝 祝您有個愉快的星期 明天早上我們再會囉 謝謝大家